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专科凡晒我也要为它打国际蝉涂电话 它真的太好用了 而且价格也非常非常的便宜 我看到好几个油皮的那种大大 还有油痘皮的那种美妆博主 他们都有推荐这一个 其实我之前会买的话也是因为那些油痘皮的那个博主 用了之后说不会焖痘 而且特别好用我才用的 而且我觉得它这个质地的话是1.4G都可以用的 我觉得非常推荐的学人胆 因为它的价格特别特别便宜 然后这三个反晒的话都是百元以内就可以买到的 链接什么的话都不要叫我给了 就是你们自己去淘宝搜发 因为我之前买的店很多它都下架了 然后我就就算给你们链接也没有用 第二个要说的是这个菌固水 菌固水剂其实已经是我用口的第三瓶了 然后这一瓶的话耗时比较久才用完 因为后来我不是入了一些水塩酸的那种化妆水之后嘛 然后我就比较少用它了 然后就是把它用完了之后就没有再回购了 因为我觉得水塩酸的产品好像比它更好用 虽然说它去那个红肿豆 就是给红肿豆降火的效果非常好 但是我觉得我现在比较少展那种痘痘了 所以我就暂时不会回购 因为它的价格其实说真的并不便宜 因为你看上水合肌挺便宜的 然后效果还好 但这个的话你找它够也要两百多 我这次去香港也有看到了 在香港的价格基本上是快接近三百 我觉得它有点太贵了 所以我就没有回购 没试过的妹子你们可以去试一试 因为它那个消炎的效果是蛮好的 这阵子开始降温了 所以天气都阴天 但是我想给你们赶紧拍视频 所以那个关线可能有点暗 因为我这边是没有打光设备的 用的全是拍视频全靠天气 然后这段时间都阴天 我也没有时间再等了 所以你们就多多见谅 然后现在要说的就是这个百花翻的 那个氨基酸截面 我已经快用完了 就还剩一点点了 这个的话最多就两次的用量 因为它这个用还蛮耗的 但是我觉得它洗脸的那个感觉非常舒服 它家的这个系列的产品就是开工最好两个月内用完 所以我觉得就是尽快用完也比较好吧 这个详细的使用感受我在上一支国货的那个节面里面已经说过了 你们想看更详细的内容的可以去看上一支视频 接着要说的是卸妆部门 卸妆部门这段时间用空了三个面部的那个卸妆 然后还有一个眼部的 然后那个质本的话 它其实还剩大概两次的用量 就一起拿出来说了 因为不然等到现在是空瓶剂的时候 应该还蛮久的就早就用完了 所以我就打算把它放在这里一起说了 质本的这个的话我没有回购 为什么没有回购呢 就是我觉得它就是蛮费的吧 然后就是我觉得要多用一点那个才卸得干净 那这样的话我还不如就是用高丝的那个粉瓶的截面 就是上面那个空瓶的粉色瓶子的 我已经回购了 然后刷11我也回购了 就是我自己这次去香港回购了两瓶嘛 然后刷11它那个天猫的那个海外旗舰店有活动 然后是买两个正砖送两个替换砖 然后是加税是100块钱 就是挺划算的 这样的话我觉得明年一年 我可能都不用再买其他的卸妆产品了 然后柚子的那个我也不多说了 我真的是用空了好多 反正柚子的这个的话 就是褒贬不一啦 喜欢的人很喜欢 不喜欢的人很不喜欢 它有个很大缺点 就是确实是 如果说你不小心弄进了眼睛的话 就非常的辣眼睛 然后高丝的那个就是非常非常温和 即使你就是我在卸妆的时候 眼睛睁着卸也并不会觉得眼睛难受 但是又此那个如果你弄到眼睛里的话 就真的是超级超级难受 然后妮威亚的那个眼唇卸妆液 我觉得挺好用的 它比那个曼丹和欧莱雅的都要清爽很多 然后价格的话其实差不多 它会比曼丹更便宜一点 就是20多块钱好像 然后曼丹那个是 自己去香港买的话是40左右 40多人民币吧 然后是150毫升还是125毫升 总而言之就妮威亚的这个你们没有用过的可以试一试 我觉得它性价比还蛮高的 找额袋买的话特别便宜 就20几块钱 然后卸妆部门的话 就是这四个产品 其实都挺好用的 智宝的那一个我为什么不会回购呢 一是它那个用量太大 还有个就是我手上已经有很多卸妆产品了 就是所以暂时是不会回购它的 之后有机会的话我可能会回购 因为它这个出门携带挺方便的 就是不是特别这样为止 虽然说我出门一般都会带分装 但有时候比如说像这一次我去香港 我带的就是智本 因为它已经快用完了嘛 我就想说带的也比较轻 然后就懒得再去买分装品了 然后我就直接带它去了 接着要说的是精华部门 精华部门的话 我空了有这么几个 其实那个智本的眼霜不能算是精华了 它就是反正我就放在一起讲了 其实这几个精华都是那种美白 看眼花效果的 然后我觉得都挺好用的 而除了那个大老娃女娃的那个 我没有回购 还有那个SES的买Civet精华 因为我回购了那个他们家的白鲤露唇嘛 所以暂时都没有回购Civet 我这段时间用白鲤露唇用下来 我觉得其实就很 我看就是晚上的一些功课嘛 他们说白鲤露唇的那个看眼花效果 比Civet系列好 但是其实我自己实际上用下来 我觉得并没有耶 我就 其实我用白鲤露唇啊 我就是 那个 因为现在换季了嘛 然后脸部状况还蛮不稳定的 就是我用白鲤露唇的话 会暗沉 就我之前用日本的还有大老娃女娃的 或者是片奶黄或者是那个 SES的买Civet的时候 我就是比较少出现那种暗沉的情况 因为夏天的话出油量也蛮大的 但是我用它们的时候暗沉很少出现 但是我这两天我不知道是因为换季的原因 还是白鲤露唇它的那个看眼花效果 在我这儿并没有那么明显 我就感觉其实这段时间就是暗沉比较明显 我再测试一段时间 到时候我就是分享那个白鲤露唇精华的时候 我再跟大家细说一下吧 然后这五个空瓶都很好用 你们就根据自己的条件 还有经历状况去选择吧 这里最贵的应该是SES的买的吧 因为SES的买 像我看一些代购或者旗舰店卖的 都挺贵的 都是两百多这样子 然后它就是比较贵一点 而且它是这边 而且它是这几个精华里面 豪生数最小的嘛 所以性价比上来说 它肯定没有其他几个高 就根据你们自己的选择吧 可能如果你们觉得国外的牌子比较好 你们去买国外的 如果比较喜欢国内的牌子 你们就买国内的 反正我自己是觉得用的好的话 就是你没有说偏向国内国外 反正好买好用就可以了 然后还空了一个片甲环的 这个青豆花盐修护乳 可能很多人会说那个青豆花盐水 我怎么没有空瓶 因为青豆花盐水用到三分之二的时候 我就开始试一些其他的产品了嘛 我就挺用了 因为你试其他产品的话 你肯定要就是一直用那个产品嘛 然后这样的话你才能测出来 它到底好不好用 所以那个青豆花盐的爽部水 我就还没有空瓶 但也已经用了一大半多了 三分之二了 然后这个空瓶了 这个的话我觉得秋冬我是不会回够 因为它保湿力度根本不够 它就是夏天用了不会油 然后刚刚好的那一种 所以我秋冬肯定不会再回够它 春夏的话我会考虑回够 接着要说的是这一个 上水合计的点豆胶 这个点豆胶 我其实已经空了三四支了吧 它有一个缺点吧 可能也不能说是缺点 就是其实大多数去豆的那个东西 都是这个样子 就是你用了一支两支 或者是用了一段时间之后 你会发现你的皮肤对它 已经产生看药性了 就是它在你脸上的效果 已经没有那么明显了 我用到第三四支的时候 发现这个状况在我脸上也出现了 所以我这个空了之后 我这段时间都没有再开心的 因为我觉得它在我脸上 效果已经没有之前那么好了 我打算多停一阵子再开始用它 我最近用的都是其他的 那个曲豆的东西 反正这个很好用 但是个体差异很大 有的人用了有用 有的人用了说没用 所以说护肤这种东西吧 你就要自己去试了才知道 别人像你推荐再多都没有用 因为你没有去试的话 你根本不知道它适不适合你 这种产品是非常非常难铁皮和空瓶的 大家都懂 我就是NAS已经用完一块了 NAS的这个裸光蜜粉饼 我已经铁皮一块了 然后Dior的这个变色唇膏 终于终于用完了 我没有回购 因为我唇膏真的太多了 这次去香港又买了三支 然后后面再给大家分享吧 然后这个两个的话 Dior那个我是不会回购 NAS那个的话 我在考虑回购中 因为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代购 然后这次去香港看了一下 我觉得香港价格挺贵的 其实香港装柜挺多东西都挺贵的 我在澳门和香港看那个亚士兰黛的装柜 我发现亚士兰黛的那个口红卖的比基凡系还贵 我就点点点了 所以就买了一支基凡系 裸瓜蜜粉饼不多说了 真的很好用 反正我觉得这个的话 你们有条件可以去试的话 可以去买来试一下 然后没有条件的话 你可以用一些评价替代的 比如说我前段时间 在B站还有微博上的那个 essence的那个粉饼嘛 那个挺好用的 然后最后一个要说的 就是片仔环的牙膏 片仔环的牙膏 我之前空了一个深楦白 然后现在空了一个牙火筋 我之前经常容易牙齿痛的 因为我就是那种 非常容易虚火冒出来的那种人 就是虚火冒出来的正传就是 舌头会痛 然后牙齿会痛 我不知道是因为我自己体质的原因 还是什么 反正我都经常冒虚火 然后斩斗 这就是我上火最大的表现 然后我用了这个之后 我牙齿痛 我这两三个月牙齿痛 几乎没有发生过 我舌头也经常容易那种 挤那个草莓粒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说法 就是很痛的那一种 然后我用了这个之后 我不懂它对我的口腔 是不是能起到那个消炎降火的效果 反正我这两个月 就是几乎没有出现之前那种情况 你们有看我的那个 微博的话都知道我这两个月其实也蛮奔波的 就是出差啊 然后参加婚礼啊 然后去旅游啊 然后就各种这种不规律的生活 或者是吃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然后都没有出现那种口腔冒火的症状 所以我觉得这个的话可能是有点效果的 反正我是疼了牙膏 就是偏短话的牙膏 就深圈白和那这个牙火星 我都疼了 我觉得很好用 我给我爸妈他们还 我姐他们也买了 他们用了也觉得挺好用的 好了 以上就是爱不住这几个月的空瓶季啦 然后分享东西其实还算挺多 其实空瓶的东西还算挺多的 只是因为就是不想带多废话 有一些产品在之前的视频里面 已经重复讲过很多次了 我不想一直炒冷饭 所以我就 你们想看更详细的话 其实可以去看我之前的一些 爱红品视频 或者是那种专题的视频推荐 比如说凡晒啊 这些啊 看眼花啊 然后卸妆 我都有出过专门的那个专题 你们可以自己去翻找我以前的视频去看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啦 然后关线真的挺暗的 然后我现在就不知道怎么回事 那个模式一直调不动 所以我本想调亮一点 那个关线都调不了 然后就加阴天 然后就这个视频可能会 看起来不是很舒服 那就请大家多多见谅咯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